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将迎来今年春运期间最大范围 最长时间的与雪天气过程 从1月31日开始 南方将有大范围降 于而东北地区将迎来降 冷空气南下后 中东不大部地区气温将转为偏低并伴有于雪天气 与雪分界线将逐渐南压至贵州东部至苏丸北部一线 此次雨雪部经累积量大 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还会有冻雨出现 具有极端性和治灾风险 预计持续至2月5日 雨雪范围覆盖中东部对春运交通将产生一定影响 今年春运期间的雨雪天气将为旅客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变和风险 尤其是中部地区作为交通枢纽地区 雨雪影响将更加明显 同时这次雨雪持续时间 较长需要广大旅客做好出行计划 注意到路和交通安全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晓天下事 不要再问一 여기서雨雪天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